甄嬛传中陪在甄嬛身边的人很多 为什么陪甄嬛走到最后的却是小允子呢 首先刘珠和幻璧是甄嬛的贴身丫鬟 如果他们不出嫁的话 理应来说陪甄嬛走到最后的应该是他们 可偏偏刘珠未解甄嬛之困撞刀而亡 幻璧为了追随果郡王壮观而去 剩下能让甄嬛放心用的只有锦西和小允子 而锦西又和素陪圣结成了对时夫妻 素陪圣从小伺候大胖菊 大胖菊一走 素陪圣能去哪呢 很有可能退休回到宫外的老宅子 安享晚年了 锦西作为素陪圣的对时对象 还在宫中伺候甄嬛的时候 就经常往宫外跑 可见锦西也很有可能提前退休了 就算锦西没有提前退休 那么他也得宫里宫外两头跑 这样一来锦西就不能时时跟在甄嬛身边了 也就是说此时能让甄嬛重用的只有小允子 其次小允子对甄嬛十分的忠心 当初甄嬛还是晚常在的时候 只因为在深夜中听到有人哭泣便跑出去看 瞧这是首夜的小允子在长廊下哭 甄嬛便问小允子里边的缘由 得知小允子是因为哥哥病了 无人照顾而哭时 甄嬛先是安慰了小允子 接着又给小允子放假 让他去照顾自己的哥哥 并且甄嬛还派温太医去给小允子的哥哥看病 也正是因为甄嬛的善良打动了小允子 所以当康禄海看到甄嬛不得宠而选择跳槽时 小允子念着甄嬛派去太医 医治他哥哥的恩情 说什么也不肯离开甄嬛 奴才兄弟受小主这等大恩 一定尽忠释放 今生报不完的 将来死了 变个大青牛 拖着小主 呈菩萨去 有嘴 小允子的这份忠心并不是说说而已 后来他用种种行动证明了自己一生效忠甄嬛 因此甄嬛也愿意重用小允子 再者小允子为人特别机灵 当时大胖菊在御花园向甄嬛表明了自己的身份 并将甄嬛从御花园报回岁玉轩 回到岁玉轩之后 大胖菊瞧着伺候甄嬛的人就那么几个 便问岁玉轩的长氏太监 和长氏宫女是谁 锦西回禀自己是长氏宫女的同时 还将了康禄海一句 说着岁玉轩的长氏太监跳槽到了丽平的宫里 大胖菊一听岁玉轩没有长氏太监 这不行啊 这太不像话了 于是大胖菊便想着给甄嬛重新找个长氏太监 可甄嬛用人有自己的用法 听到大胖菊想给自己找个长氏太监 甄嬛立马向大胖菊推荐了小允子 其实也不必这样麻烦 臣妾觉得小允子还行 就让他先顶了这差事 历练历练 弄他谢皇上恩典 谢小主恩典 只要我谢恩够快大胖菊就不会反悔了 瞧瞧小允子这机灵劲 要知道当时的小允子伺候甄嬛的时间并不长 能与甄嬛在短时间内建立起这样的默契 可见小允子实在是不简单 众所周知小允子是有点功夫在身的 也正是因为小允子的这身功夫帮了甄嬛很多忙 当初花碎连和小印子在往甄嬛的药里动手脚 甄嬛为了插出幕后的黑手 先是让小允子趴在墙头上桌下毒之人 接着又让小允子穿上一身白衣服 在长街飘荡 利用鬼神之说 吓晕了覆察贵人 又吓疯了利品 甚至在年假倒台 华妃被关进冷宫之后 甄嬛前往冷宫 打算告诉华妃欢仪乡的秘密时 咱们看在甄嬛身边的不正是小允子吗 甄嬛子行要和华妃说的分明是妇人之间的话 为什么她不带警息 而是带小允子呢 听出来了吧 这儿太危险了 宫中人人人都知华妃性子刚烈 万一在谈话的时候 华妃发怒动物了咋办 很明显小允子的一身功夫就发挥作用了 不幸咱们再看大胖居蛤屁四代登机之后 甄嬛前往井人宫和怡修谈话 这时候的怡修可不就是直接上手的吗 瞧见小允子的作用了吗 她的一身功夫可不是说说而已的 一块砖干掉血低子 头头这种大事就不说了 单说这生活上的小事 小允子也能护甄嬛的人身安全 既能对甄嬛忠心又十分机灵 重要的是还能解甄嬛之困 护甄嬛之周旋 这样的人不能陪甄嬛走到最后 才是奇怪了